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边想试用一边画一边聊天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给你们展示一个不用洗粉铺的好方法 就是用湿巾把这个粉铺 这样断几下 你看它那个粉底就被洗走了 然后现在是湿湿软软的 我真的听完了 聊一聊就是新手期 就是选粉底采过的一些坑吧 我一开始学习化妆的时候 其实当时比较流行的是BB霜 然后什么迷上艾丽小巫那种的 然后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 就是BB霜和粉底液之间 它的那个界限那个区别在那 然后我用的第一款粉底液 还是我朋友给我介绍的 是NARS的一款 那个粉底我是采了两个特别大的 第一个都是色号选的不对 你看我现在选的粉底液 它都是和我肤色就比较接近嘛 因为上镜的话 其实颜色稍微深一点 它那个妆感会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上粉底的时候 我以前上粉底是这样的 脸上点几个点 然后再用那个美妆蛋铺 但是这样其实特别费粉底液 你在拿美妆蛋 或者还棉这样摁的时候 基本上都被那个工具吸走了 现在是会拿手给它 就挤到手背上 然后再这样给它均匀的 包包的铺一层 然后你再用那工具 把它拍开就行了 那个NARS那个粉底 踩的第二个雷 就是它真的是特别素干 持妆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适合干皮的款 我当时也不太懂 就是自己叫怎么挑粉底液 每次用那个粉底液的时候 都真的小心伺候 把工具又要打湿 然后又要掺精华油 然后打底包做得特别润 但是还是会时不时就 比如爆皮什么的 直到我后来买了那个 基本西横延青套那一款 就是非常滋润的干皮款 我才知道原来适合 自己的粉底液是这样的 我眼下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颜色有点发乌青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眼带突出比较严重 用的是适配你这三色遮瑕膏 它这个超脊润 我先用中间的这个粉橘色 来调一下这个黑眼圈的颜色 还是给它先抹到手背上 我就是很喜欢用手背 当那个调色板 然后我最近发现 一个特别适合的工具 就是这种菱形的海绵粉铺 给你们演示一下 它这个尖尖 然后来上我这个眼带 也特别合适 截着在这上一条 每次都是薄薄的来一层 就不够再往上叠加 它这个非常润 然后叠加多层的话 其实也不会看 像这样铺完那个遮瑕之后 可以选择用着海绵粉铺 把它按湿 也可以用这种圆头的 这种非常密实的遮瑕 刷给它往里戳戳戳 然后再来叠加一点 这个体亮色在肋勾上 这个眼带其实颜色调和的非常好 如果你眼带没有像我这么突出的话 其实现在就已经解决完了 但是我这个突出真的非常明显 现在有一个光打过来 它这个阴影就是在呢 需要借助到一个白色的哑光体量 这个也是我看到别的火柱这么做的 沿着泪沟的这个方向来一点 就问你神不神奇 然后现在这个黑眼圈就全都做完了 定妆用的是这个霍山西女孩的散粉 因为一直有人问我 有没有评价好用散粉 然后我看这个好评挺多 就买来试一下 昨天其实已经试过了 我用下来它的控油什么的 其实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自己本身不是小洞小洞 然后给你配一个粉泼 最好不要用那个粉泼 然后这样直接往脸上摁 因为它很容易留下 那个小洞洞的那个痕迹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开始 没有注意到自己没涂云 然后拍照时才发 那个小洞洞的印记在反光 最好是用刷子来上 这个散粉 它这个柔胶柔物效果还挺好 而且控油我觉得也不错 粉也不粗 我买的这个不是亮白色号 但它其实还是有点亮白提亮的感觉 今天画一个蓬松一点的眉毛 这个色号其实比我眉毛钱很多有点淡 我不知道你们画眉有没有踩过什么坑 但是用多时候就会发现 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新手用的眉笔 应该是那种显色比较淡的 就比如像这个SANA这个 是这种显色 但它更好画 它不容易结块 也不容易化成那种小心眉 而且更自然 眉毛一会儿再调一下颜色 先把大概形状定下来 今天眼妆用这个ASPER眼影书来试一下 这个我还没有画过 这个颜色就是粉紫色系 然后饱和度比较低 然后感觉很温暖 就没有那种非常荧光 非常眨眼的颜色 先用这个偏暖的来打个底试一下吧 最近这几盘感觉都是香香的感觉 显色挺好的 而且颜色很均匀铺的 是可以比较好的贴在眼皮上的 好看的耶 加一点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就是在眼影盘里面看起来不肿 但是上到眼睛上真的有点偏亮的肥 压一点这个腮红色吧 把边缘压一下 它的颜色是确实有点肿 但也没有肿到不行 后面看看能不能再抢救一下 这个腮红色很好看 它给我这个下眼简化的 就是又温柔又干净的感觉 稍微加深一点点 淡淡的 我现在这个眼妆就打完底了 就从镜头上开始拍行 就是比较无辜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照镜子的话 确实挺像是枯种了 真的 它这一盘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最深色的 这个是I'm Mimi的玫瑰盘 记用一下它的这颗深色 颜色睫毛根来稍微加重一点 我这两年画眼影 有一个特别大的心态的改变 就是以前会非常在意 我这个眼影的颜色 一定要让它非常突出 非常显眼 就是我画了这个眼妆 你必须得能看出来 我画了这个眼妆 然后这一年多 我最近眼影是越化越淡 越化越淡 注意力是会比较放在 睫毛和眼线 还有它整体颜色和谐上 而且今年我贴双眼皮的次数也少很多 现在看着顺眼多了 然后我现在把那个眼线和睫毛加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睫毛一直夹不翘的结尾 就是如果你手法确定没问题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就是你睫毛夹不适合你 我一开始是那种金属的 就死活夹不翘 偶然试了这种塑料 这种变邪性的 发现真的太适合我了 就头一次翻自己的睫毛 可以夹成了非常好看的弧度 眼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睫毛 这个是这一两年才悟到了 贴一下假睫毛用的是这个10毫米款的假系列款 我以前用的是12还是11毫米的 我觉得稍微有点太长了 借用一下它这里面这个最深色来拉一下眼线 来把睫毛刷一下 这个小海胆头刷下睫毛特别合适 但是它就是干得比较快 你看我下肩膀就这么几根也基本能刷到 然后呢还是占这个深色 但是占完之后在手背上蹭一蹭 画出眼俭下肢的感觉 对就可以 就不用这样来回拉线条 你们也能看出来 我肩膀真的刷到也只有这么长 手动再画一点点 这个眼影树的亮片色都是那种比较粉末状的 然后我不想涂的太多就点涂一点点都好了 这个亮片用刷子我感觉有点飞粉 就是它有点往脸颊上掉 现在是自然光看这个亮片 是比较细碎的那种的 亮片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没有之前的亮片经验 最后最后的一步再来画一条卧蚱 其实我本身的卧蚱这个线就挺明显的 我把这边眼灯也画完了 然后来一条件眉毛的颜色 我觉得眼影树这一盘现在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我觉得它的收藏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对就是如果你对眼影树这一系列有情节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以买 它整体颜色真的比较显重 除非你真的是那种非常冷白 非常中性那种亮白的肤色 第二就是它这一整盘我觉得它的配置不太合理 我刚才画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 它缺一个比较深的颜色能压一压 这两个亮片说的话我有点意外 它挺一般的 我觉得放在整个Asper的所有的眼影盘里面 它都排不上号 这个就是对它的评价 大家参考一下 还用彩糖这三色吧 把修容来画一下 加了修容真的脸立马就立体起来了 我感觉修容应该是最不容易采雷的产品了 就除非你色调选不合适 其实我日常出门的话脸色很少画修容 我就比影会画 但是修容不一定会画 你们会画脸色的修容吗 把下巴稍微亮一点 我下巴有点短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发现 腮红就用它这块来试一下吧 这个颜色其实挺奶茶的我觉得 但是它压盘很松 就是用刷子往戳的话就出出来不少粉 这个腮红颜色好好看 上腮红的话就是 你看我用这个点彩刷 我是网上怼的那种 它用力扫的话就很有可能 把前面上的遮瑕粉里之类也蹭掉了 所以我现在腮红都是这样往上戳的 或者是拿海绵往上摁 哇好看 这个腮红颜色好好看呀 刷子我刚才擦了 应该没有混别的颜色 这个腮红颜色好好看呀 我是打在这个颧骨这一块 横着打的 其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面中这一块有点长 所以我会 比如我残化的明显一点 然后腮红打的面子大一点 把我这个面中来给它缩短一点 嗯好好看这个腮红 然后最后来涂一下口红 把边缘就是这样擦一擦 就是有一种朦胧胧胧的感觉 就很性感 最后妆就花完了 我又不太会起名字了 我感觉它整体的色系 看起来就是比较偏玫瑰木的那种感觉 比较温柔的 现在也如秋了嘛 我觉得这个色系还挺有那种秋天的质感的 因为今天的眼睛稍微画的 有那么一点点小烟熏的感觉 所以就是在正常表情或者微笑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妆面是比较温柔挺甜的 但如果面无表情的话 其实还是有没有点酷的 希望今天这个妆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性吧 好了这就是这期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 加关注 我是小伙伴 我们下期见